这是一只无花果,这是一颗芹叶绒,我要把无花果嫁接到这个芹叶绒上 剪掉无花果的叶片,仅仅保留叶品 剪掉一段 剪掉芹叶绒的上部,作为针目,备用 将无花果削成两面的楔形 三口一定要削的光滑,如果削的太毛肆,是会影响嫁接成活率的 削的越光伐,嫁接成活率越高 无花果和芹叶绒都会从伤口伸出来白色的枝叶,一定要及时擦除 这样的话,嫁接有利于成活 将无花果插入嫁接口,然后呢,用嫁接袋进行包扎 我自己用的是糯米纸可降解嫁接袋 大家用保鲜膜啊,塑料条啊,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嫁接好以后啊,可以用一个塑料袋套住 可以先往这个塑料袋里面喷喷水 但是这个水啊,可以里面加点这个杀菌剂 这样的话,它这个杀菌效果更好 然后呢,直接套住 放在一个阴凉似这个散射光的地方 慢慢就可以等它愈合了 为什么这个无花果上留上这个叶饼呢 如果下面加点成活以后,这个叶饼啊 可能轻轻一碰,它就掉了 说明就愈合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